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可持族发展目标论坛 今天是我们的可持族大挑战 判疫时代对话六系列的网上讲座第四讲 我们的主题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可持族发展 我是梁美宜 是来自大学通识教育部的 我会是今天的主持 我们的论坛就是用可持族发展目标作为一个大主题 过去的几讲我都有简单介绍过 也容许我用小时间简单讲一讲 因为我相信今天是会有一些过去未听过 这个可持族发展目标的朋友今天来了 因为我们今次的讲座 其实那个人数是最多的 是破了我们六次的纪录 所以一定都有些新的听众是入了来的 其实这个可持族发展目标就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简称SDG 一共有17个 其实它是2015年9月 在联合国的会员大会上 得到193个成员国全体同意 作为全世界未来15年的发展目标 所以已经过了5年了 但是因为它是2015年的时候 它又称为2030年的发展议程 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 这17个目标都可以得到 那么你会看到目标就是17个 那么多 其实是包含很阔的 那么由这个消灭贫穷开始 去到这个不容忍这个饥饿 有良好的健康 good health and well being 一直到教育等等 那我们一般以为这个可持族发展 是讲这个环境 是有的 我们看到13是这个climate action 这个气候行动 14是这个水底下的生命 以及15是这个陆上的生命 但是其实你会看到除了这个之外 刚才我提到的那些贫穷问题 饥饿问题 健康问题 或者如果你看到中间的那些 7、8、9的那些 是会是能源问题 工业割展的问题 人的工作问题 所以其实它是很阔 和包装环境 不只是环境 是包括社会和个人 如何得到一个行动 那我们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可持族发展目标 是经过几乎半个世纪的一个努力 一个国际的半个世纪的努力 其实呢 在这个1972年 这个stockholm conference 斯德哥尔摩的会议开始 已经提出人类的环境问题 整个地球的生态问题 然后呢 去到1978年的时候 就有这个 Brunson Report 正式提出这个可持续发展的那种想法 但是呢 虽然提出了 不是马上解决的问题 你会看到 经历到这个千禧年的发展目标 有八个不同的目标 主要是一个 发展中地区的发展的问题 整个经历里面 会看到 原来我们清楚定了一个目标 是做得好一点的 因为千禧发展目标 在它做了出来之后 是能够比较清楚地 是有一个好的成果出来 因为这样 在2015年 整个可持续发展 大家透过一个长时间的讨论 就说 不如我们将 环境的问题 和社会上的发展问题 是揭陷在一起 于是乎 成就了17个 那么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会看到 十七九十很多 不同的人 亦都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 不过 在整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 今次觉得 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是什么呢 就是要讲一个 partnership 除了讲planet 地球 人 经济的发展 繁令 黄平之外 就是讲这个partnership 是要一个合作 不同的表象里面 我们会看到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 金字塔 最顶的那个 亦都是一个 就是讲那个 和平 和合作 这个就是我 做出来的一个 金字塔 由这个good life 开始 生命 去到这个社会 去到这个环境 然后去到一个 合作 和平 而另外 我们看另外一种表达 就是五美琴 教授 他们的团队 是做出来的 就会看到 他们好像一个树 而最根本的地方 亦都是一个 和平 和合作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17个目标 是这么多 而每个目标下面 再有一些小的指标 其实都是需要 不同的 领域的 国家 人 团体 是要一起的 那我们会看到 其实在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 那个 做到出来的 在之前 其实是已经成立了一个 SDSN 就是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 那么其实呢 是由一些学者 首先是有些学者 首先是有些学者领导 但是呢 是和世界各地的其他的学者 他们有一些研究 再加上是有这个NGO 有这个政府 以及一些个人 一起组成 去共同去推进 这些这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到今天为止 其实呢 全世界是有35个国家 和地方性的网络 包括香港 而香港的网络 就是我们香港中文大学 是联同赛马会 是其中的 就是这个网络的cohost 是一个主办的人 希望透过这个网络 是在教育、研究、政策的分析等等 是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在那里 所以我们今次这个论坛 除了大学通识教育部之外 亦都是和我们的SDS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 的香港分部 是有一个合作的 提升大家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 有教育 然后呢 是发展一些 是长远的 一些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或者改变我们的习惯 而是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 而更好的 就是说 是有 有科学家 有研究人员 和其他领域的合作 是可以 真的可以提出一些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 这个Solution Network 其实是很多事情在做 今天我不能够详细 一一这样去讲 但是呢 我们会看到 其中一个很清楚 就是说其实每一年 这个Solution Network 都会出一个报告 就是说全世界 现在不同的国家 其实它的可持续发展 不同的17个目标里面 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是其中一个 是讲这个东亚和南亚 在17个发展目标里面 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做到的一些是什么 那你就会看到 譬如我们今天会关心的问题 是讲这个健康的问题 你会看到东亚和南亚 其实是 还有很多红色的 其实红色就是major challenge remains 一些很主要的挑战 还在那里 那是需要大家继续的努力 那如果呢 一会儿的严教授 会说到是关于一些 就是气候的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去 有一个气候的行动 那你会看到 就是说 情况好的时候 好一点 那么多 但是呢 很多红色 或者深橙 都是有一些挑战 还在那里 那如果我们再看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这个OCD的国家 就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 是比较富裕的地方 那我们会看到呢 那我们会看到呢 它那个健康那里 就好像好一点 有绿色 对吧 比起这个 纳州的地方 是好一点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看回 比如说气候那里 其实呢 那个问题呢 挑战仍然是很严重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待会儿我们都会 去看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来回我们今天呢 那今天呢 其实呢 我们的主题呢 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可持续发展 那其实呢 人工智能呢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说 就是在今世纪里面呢 我们说的 在这个科技上面呢 一个很 大家很注目的东西 也是觉得 发展的前力最大的东西 但是一般呢 大家说 人工智能的时候呢 多些呢 会说到 会不会取代了人 是会不会令到 一些人失业 会有这种的担心 而我们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 都有 所谓的创新 和说经济的发展 是怎样可以令到人 是有一些有体面的工作 那其实人工智能 会不会取代了这些东西呢 那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但是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呢 就会和一般的人的看法呢 会有少少的不同的 我们会看回人工智能呢 其实 如果用得不好 可能是一种威胁了 但是其实呢 人工智能呢 首先是一个很帮助我们的 就是透过那个创新里面呢 在一个不同的领域呢 是能够促进人的幸福 或者呢 是更能够呢 是更能够的 是更能够掌握那个環境 以及帮助我们呢 是做出一些更好的理解 更好的分别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很开心啊 就是我们请到呢 这三位讲者 都不 including 都在人工智能 的 的 的 questioned Non- Bingham 是非常之 吗 今天呢 有没有a 呢 是两位 呃 那我是 所有的 如果大家有看到他們的介紹 都會知道是很厲害、很猛的 我們可以說是在猛人文集 我只能夠很簡單地去介紹 因為他們做到的事情其實太多了 第一位講者是蒙美玲教授 他是我們香港中文大學圈永寧系統工程 與工程管理學系的教授 他曾經創建了多個實驗室和研究中心 而且是擔任主任 他曾經做過中文大學工程學院的副院長 亦是IEEE期刊《Transaction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的總編輯 他亦獲得很多獎項 包括無論在教學方面、論文方面、科研方面 都有很多獎項 他曾經參任很多公職 尤其是跟我們很關切的就是 香港特區政府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督道委員會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通常去看醫生的時候 都是需要這個互通系統去幫我們 蒙教授是委員會的成員 亦是電腦學會、香港風情思學會、IEEE和ISCA的院士 他今天會幫我們說 其實他的研究是很多的 我跟他談的時候 阿美兒,你想我講什麼呢?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研究 今天他會跟我們說 就是跟健康 尤其是不同年齡層的健康 或者福祉有關的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透過他的AI 他的團隊裡面 是開發人工智能的驅動技術 是怎樣去幫助 我們識別這個所謂 腦腿壓症的問題 就是一個所謂的口語生物 而這個AI幫助醫療保健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 亦對公共的醫療的財政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如果我們及早去做的時候 其實是可能可以省下很多錢 我們今天第二位講者 就是這個沈祖堯教授 沈祖堯教授可能不太需要我介紹 大家都會很熟悉 沈教授就是我們的前校長 曾經是任中文大學的校長 他現在也是我們的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莫慶瑤醫學講座教授 是中大消化疾病研究所的主任 沈校長也是不同的學會 所以我一一詳細講座教授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沈教授 曾經是世界大學聯盟合作委員會的主席 他也是在2004年的時候 大家都當然知道 不過我都需要再提出來的 其實沈校長在當時領導團隊 對抗非典肺炎 在2004年的時候 時代周刊 稱譽沈教授 是亞洲英國 當然在今天 Coronavirus肆虐的今天 其實我們都很紀念沈教授 在2003年的時候 在香港做過的貢獻 我們第三位的講者 就是嚴洪流教授 嚴教授就是我們 中文大學地理及資源管理系的教授 他的研究興趣 就是氣候和空氣質素的互動關係 以及這些空氣質素和氣候的問題 和公共衛生和生態系統的影響 嚴洪教授也運用了人工智能 去瞭解氣候和空氣質素的問題 一會兒在蒙教授的演講之後 沈教授就會幫我們 用人工智能去看 看看怎樣可以做大腸檢查 幫助我們檢查結腸和大腸的阻力 這也是透過人工智能 在一個防治 預防治療的疾病的貢獻 同時也會討論到 醫學倫理的問題 用了這些人工智能之後 究竟醫生為護士的位置又是怎樣 而嚴洪教授會跟我們看看 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之下 我們怎樣去了解到 空氣變化、空氣質量 或者種種不同的生態的轉變 例如蚊子 可以幫助我們 了解到環境的變化 而保護大家的健康 這個人工智能 在環境可持續方面 究竟有什麼優點、弱點和機遇 我這樣介紹就到此為止 或者我先請蒙教授 就著人工智能 怎樣去看腦退化症的問題 做他的研究 大家好 首先感謝梁美宜教授的邀請 今天很榮幸為大家 介紹一下我們團隊的一些研究 首先我也想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其實是有一隊 港者團隊 我們就是來自 Stanley Ho Big Data Decision Analytics Research Center 中文大學的何鴻生 海洋數據決策分析研究中心 我們是由大數據的研究開始做 但現在大數據慢慢變成 支援人工智能的發展 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其中一個研究項目 就是以人工智能從口語訊息 篩查神經認知障礙的研究 其實人工智能已經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 其實大家都可能留意到 我們每天身邊都有很多人工智能的應用 比如聊天機械人 又或者一些推薦系統 推薦你去看電影、音樂、買書等等 亦都有基於圖像的癌症檢測 AI都做得相當好 另外大家都熟悉的是 人面識別、自動駕駛汽車等等 很多種類 而人工智能其實這個領域 就是起源於1955年的一份提案 當時是Professor McCarthy提出的一個提案 出現了人工智能 這個專用名詞 當時這個領域主要是研究 計算機怎樣可以解決到 通常要人類智慧才能完成的問題 而計算機展示智慧的方法 就是要學會去改變自身 來解決問題 所以當中就是牽涉很多的技術 我們都要想一下 什麼是維知智能呢 我們要怎樣去令計算機可以學習呢 怎樣去推理呢 怎樣去有感知呢 還有人性化的一件事就是語言 溝通的語言 那麼在近幾年 即近十年以來 其實大家想一下1955年到現在 但近十年 其實AI就有一個大的突破 那這個是由於我們有大數據 即現在我們的Storage 數據全取已經可以做到很大 還有雲計算 我們的計算機可以 它的運算的速度 它的能力都很高 還有機器學習 那什麼是機器學習呢 機器學習就是可以 就是一些算法來的 它是基於一些數據 有時候我們叫做training data 訓練的數據 去結合一些 去建立一些數學的模型 建立了這個模型之後 如果它看到一些新的數據 它就可以進行一些預測 和決策 所以有了機器學習的算法 我們編程的時候 主要就是 把數據放進去 那個算法那裡 它就可以去抽取一些趨勢 一些圖案等等 而我們就變成無需要去 明確地把編程寫出來 所以有時候 就是有些人說 Data is the new code 所以其實有了這個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Data的重要性就很大了 那 我就想簡單地說明一下 AI 它的 就是剛才我說的 如何可以 從一些數據當中學習 然後 做出一些決策 其實我們中文大學 就有一個計劃 就叫做 中文大學賽馬會智慧未來計劃 AI for the future 其實就是我們工程學院 就得到賽馬會的支持 就是為香港的中學 尤其是初中的程度 做一些課件 那麼 其實將來我們都會 希望普及 很多學校可以免費地使用 那麼 現在來說 我們正在發展這些課件 那麼 裡面就有一些 就是教材 也都有一些 我經常叫玩具 那麼 這裡就有一個 illustrative example 就是玩包剪突的 那麼 我現在就為大家 播放一個影片 就是一個demo 那麼 首先 就 你會看到 那個用戶 就要給很多 他的手的形狀 給電腦看 什麼叫包 什麼叫剪 什麼叫打 那麼 就有很多這樣的圖像 那麼 然後我們就可以 訓練一個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一個人工神經網絡 那麼訓練完畢之後 就可以開始玩了 現在正在訓練中 好了 訓練完畢之後 就開始玩 這個就是 左邊 就是人工的 就是 出招 這個就是AI 要猜贏它 那麼 用回他的手的圖像來猜 那麼 你看到呢 因為AI可以運算得很快 所以基本上 就不會輸的 那麼 所以呢 如果 將來 各位同學 如果我們觀眾 是有中學生 你將來都可以 玩我們這個 猜情籌的 演員 那麼 我們都特別要 我們團隊裡面的 兩位 隊員 其實他們都是 中大畢業的 Mr. Derek Wong 和Mr. Minji Lu 那我就想介紹這件事 其實為什麼 是不會輸呢 就是因為AI 它運算得很快 當你要出招 你在差不多出招之前 你有一點點動作 在燈光 那些環境之下 它那個鏡頭捕捉到 那些動作 它都知道你準備出什麼 它就可以很快 反應到 就是猜贏你 其實好像是 自己猜贏了自己 通過AI 就是這樣 好了 那第二個例子 想為大家介紹的 就是 我們這個AI 講話 語音合成系統 那 我以下 就有兩批 話語 例如Test 1 其中有一段話音 就是人講的 而另外那段話音 就是機器合成的 我想試試看 大家能不能聽得出 哪一句 A 是A和B 其中一個是人講的 另外一個是機器合成的 我想看看大家 能不能聽得出 誰是誰 OK 好了 Test 1的A B Test 1的B 好了 不知道各位聽 你們聽完之後 認為 比如A 是人講的 還是機器講的呢 如果 我覺得A是人 不如我這樣問 A是人講的 請舉手 B是人講的 請舉手 八九 其实个正确答案 A是人讲 B是machine讲 再试多次 Test 2 Test 2的A 大家听着 再来多次 Test 2的A Test 2的B Test 2的B Test 2的B 好了 现在又问了 各位认为 如果A是人讲的请举手 6位 B是人讲的请举手 9位 11 OK 其实A是人讲的 所以 其实似乎是打和的 因为实在来说 当在这个特定的情况 就是一个中性 不是说带有好情感 很丰富 中性的语音 尤其是英文 数据足够 有大数据的话 我们是可以训练到 那个AI 是做这个语音合成 做到好像很真实 这是今天能够做到的 这个是今天能够做到的 这个是今天能够做到的 我们现在又讲一下 另外一个研究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主题 今天讲的主题 这个就是用AI 搜查神经营之障碍的研究 去年的香港研究资助局 的主题研究计划 是第一次将人工智能 列入成为资助领域之一 所以我们在中文大学的研究团队 就连同理工大学和科技大学 一起去竞逐 我们都很幸运 我们是第一个 获得勃款的人工智能项目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和资源 去研究一个对可持续发展 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 就是和全球的人口路化有关 在不久之前 大家看到的数据 2015年 全球65岁以上的人 是大约12% 但是到2050年 就会增至25% 四个人之中 有一位是长者65岁以上 而香港的人口 老化得可以说更快 由2015年的15% 到2050年的35% 三个人之中有一位长者 65岁以上 65岁以上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神经认知障碍症 很多时候 就是在年长人士的风险是最高的 而神经认知障碍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状况 因为它发病是比较引力的 它是一个慢性的和 渐进性的病 它会导致脑部全局退化 包括记忆、沟通、思考、判断 以及其他的认知功能 所以它也是 这个疾病是极为致残的一个疾病 这个神经认知障碍症 它是一个总称 其实它也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状况 这个是我们向我们团队里面的 就是脑科的专家就学习 就是所得的 而其中比较常见就是 Alzheimer's disease 其他都还有很多种类的 例如vascular dementia Parkinson's frontal temporal dementia 和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 等等 而这个图呢 就希望反映到 就是我们人随着年税 我们的认知功能都会慢慢衰退的一个进程 Y軸就是代表认知功能 X軸就是代表年税 而淺绿色这个部分 就是认知功能正常的老化 而深绿色这个部分 就是臨床症前的衰退 就是说脑子有些问题 又开始有些转变 不过就未必能够测试出来 但是个人都会留意到 而且也有些病态式的衰退 就是快过正常的衰退了 而再跌得快一点的就是 轻微的神经认知障碍 它就会影响 它就可能会影响 一个或者多个的思维领域 在某程度上影响日常生活 但是到了Major 就是Major NCD 到了严重重度的神经认知障碍 在日常活动中就需要依赖其他人的帮助 这个组组主要是在数据上看到 轻微和重度的神经认知障碍 的一些statistics 主要是看测试的分数 如果是超过一个标准差就是轻微 如果超过两个标准差或者以上就是重的 这个就是分得比较清楚一点的 好了 刚才说到神经认知障碍 是对全世界的可持续性 是一个极之重要的问题 因为年长人士的风险是最高 而现时全球人口老化 其实每三秒钟就会有一个新的 神经认知障碍的案例 会走出来的 而我们全球就有五千万人是有这个情况的 那到了2050年呢 就预计会有三倍的增长 去到1.52亿人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疾病的 疾病负担呢 就是说要用多少钱去处理这个疾病呢 今天来说是1万亿美元 而到不久之后的2030年呢 就预计会去到2万亿美元 那也差不多是全球的生产总值的一个百分比 那所以呢 就是世卫组织呢 就将神经认知障碍症呢 列入了公共卫生和社会保健最优先的考虑指向 在国家和国际上都是如此的 那我们现在呢 是面对着因为全球人口老化而大来的高龄海啸 亦都因为高龄的人士有高风险 就会面对着一个神经认知障碍的海啸 其实是一个洞灾的 的威胁 那我们面对这种威胁呢 那怎么办呢 那除了我们 在依赖医学方面的研究呢 其实暂时来说呢 都是希望能够越早做到检测 越早发现呢 或者越早能够防御呢 可以逆转啊 治疗啊 和减缓的退化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很需要一些比较容易接触 和准确度比较高的检测方法 那现时的检测方法呢 其实就是 是包括呢 一些面对面的神经心理认知的测验 或者一些血液的测试 或者一些脑部的素描 那这些方法呢 都是很重要和很好的 不过呢 它也有一些局限的 因为呢 我们要安排面对面的测试 或者临床的 就是会受到临床的人力资源的短缺情况呢 之下呢 就要等待的 那另外呢 就 我们如果是要等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之中呢 等的时间呢 就可能失去了一些observation 就是失去了一些数据的了 那 而 就是在我们这个叫做采样 就是你希望是很频密的可以采样 那如果要等的话呢 那变成了采集这些数据呢 就会稀疏了 那同时呢 就如果是 如果是 actually 就是blood test 和brain scan 都是这样 要等就会稀疏了 那同时呢 就是如果是 需要有 人工的判断呢 有时候呢 都会有一些主观性 在里面的 那 所以呢 我们做到AI的研究呢 就希望能够 越密集 收集数据就越好 那 也都越 客观就越好 那 我又想说一下 一个 相关的研究 那这个研究呢 就早在1986年呢 就在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开始的 就叫做 Nun Study 修女的研究 当时主管这个研究呢 就是Professor David Snowden 那他就 就是他在2009年退休 所以其实这个研究呢 都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他主要是研究 人的老化过程 那他就 就选了一间 修道院 就是这个 School Sisters of Notre Dame 就有接近七百位 七十五岁以上的修女 就参加这一项研究 那为什么要选择修道院呢 主要是因为 修女的生活方式 比较自然 和单一 那他们就不吃烟 喝酒 同时他又住在一起 所以呢 在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去 就是我们常说 Control Experiment 就是分析他们 他们老化过程的因素 可能就比较容易控制 而Professor Snowden 是如何去采集数据的呢 其实他每年都会 为这一组的修女 去做认知的测试 以及这一群组的修女 也都签字 就答应了在他们去世之后 把脑部捐出来 给这个研究的 其实这里也特别想提到 其实就是 School Sisters of Notre Dame 这个群组的修女 他们其实是不曾奉献 在教育方面的 而他们呢 是愿意去世之后 把脑部捐出来 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 就可以在死后 都可以继续奉献教育 所以他们这种精神 其实真的很令人感动 那说到 在这个数据採集的过程之中 Professor Snowden 就突然间发现一件事 就是呢 原来这一组修女 虽然在开始这个研究的时候 已经是75岁或以上 甚至有一些都已经过了100岁了 但是发觉在修导院里面 其实是传有他们 18或者20岁的岁数的时候 加入这个修导院的时候 每人都写了一篇自转 所以呢 这些自转 这一批自转 都是50多年前的数据 那 譬如这里有一些例子 左边就有其中一个自转的一部分 这个自转就是这样写的 它是写自己出生的 它就说 It was about a half hour before midnight between February 28th and 29th of the leap year 1912 when I began to live and to die as the third child of my mother whose maiden name is Hoda Hoffman and my father, Otto Schmidt 那我就用黄色来要签这一段 另外呢,右手边 绿色这一段 是另外一位修女写的 I was born in Eau Claire, Wisconsin On May 24th, 1913 and was baptized in St. James Church 这里我都是 讲他出生的事 那 根据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那个风格都好 写的风格都好 不一样 虽然都是讲出生 那根据这些文章呢 那研究团队呢 就是用人手去做些文字上的分析 其实呢 就是对于文章 在写作方法上的复杂性 做出一些大概的评分 那主要呢 就排成一些非常复杂 或者普通复杂度 或者不复杂的一些歸類 那 接着呢 研究团队呢 又对去世了一位修女的脑部 就去检查他们 有没有Alzheimer's disease 好了 那 讲到呢 即是大家 讲到这里 或者又给大家 猜一下 即是玩一个游戏 猜一下 黄色这一种的风格 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文章 绿色的呢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文章 那这一种不同的复杂度文章 就是复杂 versus 简单 就是我们暂时讲两个例别 那大家认为究竟哪一类的自传呢 就是写复杂的或者写简单的那些呢 作者到了老年的时候 是会较多出现Alzheimer's disease 就是写得复杂的那些多些 还是写得简单的那些多些呢 那或者请大家就 也都举手 基于你的猜测 如果大家认为写得复杂的 会较多出现Alzheimer's disease 请举手 OK 六位 如果认为写得简单的 到老了之后呢 较多出现Alzheimer's disease 请举手 哦 哦 OK 二十二 OK 好了 现在就为大家揭晓了 所以研究团队是用人手去分析 这一批五十年前写的字传 在文化上的复杂性和思想的密度 他们都会分析 大概每十个字之中 有多少个新的概念 就发现如果写得简单的那一部分 那一群组 他们得到Alzheimer's disease 的可能性 相比于较复杂的 是高出六十倍的 所以大家的猜测也对 那 所以研究报告也说到 如果基于五十年前写的文章 可能 可以预测到老年时候 会不会有Alzheimer's disease 有可能会达到九成的准确度 OK 那 这个我也觉得很有啟发性 他这个发现 不过这个研究始终只有几百人 而大数据的支持 对于这种研究 是很重要的 不过 这个Nun Study 就推动了我们 认为 语言 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 生物的标志物 去反映我们脑部的认知功能 所以我们 尤其是我们团队 很多年都开发了各种 AI 驱动的自然语言 处理的技术 所以我们希望用我们的专长去分析 大量的语音和语言的数据 以脑型之障碍 或者是 Dementia 为目标 这里有几幅图 左上角这幅是健康的脑 而 左下的就是 有Alzheimer's disease 的脑 其实看到 就收缩了 以及中间也有很多胸骨 如果脑有事 其实就会影响 有两个很重要的部位 一个就是 Broker's area Broker's area 对于我们 言语的产生 就是我们 以以上的连贯性 合理性等等都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 Broker's area 这个就是对于我们脑部 用来处理语音的讯号 以及加以理解 所以如果脑部受损 影响到这两个区域 利用言语沟通的时候 应该会很明显 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好了 而来到这里 我又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团队的一些研究 首先就是 我们的团队里面 就有Professor Timothy Kwok 他就为我们提供了 就是我们 工程师 工程师 就提供了一些数据 以下就有两段录音了 有一段就是来自 这些录音都是 医院的同事 和受測者之间的对话 測他的认知功能 我就请大家听一听 第一位的对话 就是左边粉红色这个字幕的对话 一会儿我又会为大家播放第二段对话 首先就是第一段对话 先 我想你用一句完整的句子 告诉我 你今天怎么来的 我由香港 搭隧道巴 来到洪暗 转成港帖 再去到大围 大围之后再转车 转车到第一城 下车之后 来到医院 嗯 好 左边的对话就是这样 现在右边的对话 是同一个问题 你今天怎么来的 你今天怎么来的 我今天搭车来的 嗯 好 好了 现在又给大家猜一下 大家觉得 哪一位的认知功能 是比较好呢? 如果认为左边的认知功能 比较好,请举手 好 17位 右边 18 右边的认知功能 认为更好 请举手 5位 OK 好了 现在为大家开估了 其实这个分数 左边是28分 我们叫Mocus score 右边是17分 所以左边的认知功能 是比较好的 那现在就有一个 巧口令 那 这里就是 也是分左右 另外两位的认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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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呢 他就 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世思 四十四岁 嗯 好了 右边呢 就是这样的 世思 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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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那 那 我又想问一下 大家认为 虽然只有一句说话 如果要你猜 哪一位的认知功能 比较好呢 首先 左边 就是粉红色标签 如果你认为 左边认知功能 比较好 请举手 二十六 那 右边呢 右边认知功能比较好 请举手 没有 那是对的 因为都差很远的 左边二十六分 右边八分 暂时 我们这些都是 我们叫做 pilot data 因为我们 是积极地去 收集数据 但是呢 所以现在都是小数据 不过我们做了 pilot data 的分析 可以看到 其实 认知功能比较好的话 说话就比较流畅 比较丰富的内容 和认知功能比较差 说话就比较多 停顿和犹豫 所以呢 我们都会看到 一些趋势 那我们也做了 这个统计 那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图 就是说 他那个对话当中 有多少句话 句数 那蓝色呢 就是蓝色 橙色就是女性 原点呢 就是正常 方点呢 就是可能 认知功能比较弱些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句数比较多些 就是正常的 如果认知功能比较弱些 就是 句数少些 另外呢 我们又说一下 这个gap time gap time 间隔时长 就是由 发文人发文结束 开始计算 等到受测者 开始说话 这个叫做gap time 就是以毫秒计算 那 同样我们看到 这个趋势 那 正常的群组呢 gap time 就比较短 认知功能比较弱的群组 gap time 长一点点 这里特别有一位 女的售測者 她的gap time 就特别长 另外又说一下 语畜了 我们会看到语畜了 语畜可以是 一分钟说几多个字 或者一分钟几多个字 或者一分钟几多个词 这样来计算 那其实呢 也都 大家看到一个大的趋势 就是正常的群组 语畜就会高一点 这里也是语畜 会高一点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这些观察 加上 none study 一些先导性的数据 都给了我们一种 看法 就是我们的口语 特征 是应该可以反映到 腦部有没有任何受损的 那 如果腦部的受损 影响到那个broker's area 或者Vernickees area 我们相信在说话的思想密度 複杂性 停顿 流利度等等 都会受影响的 所以我们必须收集 语音的大数据 那当然我们仍然是非常重视 就是面对面的对话 和腦部素描 这些数据 它们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同时我们也设计了两个应用程式 两个APP 那么 这两个APP 第一个呢 是进行一些认知的测试 那如果我们想 储存自己的一些说话 好像 想自己做一个个人的认知记录 的数据的採集 那如果你比较努力一些 你可以採集得比较频繁一些 那我们这个APP 就是可以在电话 或者平反电脑上运行的 那第二个呢 一会儿也会再介绍 就是 就是 叫做 Experience Sampler App 那 这里我的合作伙伴 是有 几位教授 Professor Vincent Mock Adrian Wong Timothy Kuo 和我们的团队 亦是我们的毕业生 现在是我们的research assistant Mr.Bowen Chin 那这里 Experience Sampler App 我的合作伙伴 就是Professor Haleen Fung 还有我们的Postdoc Dr. Jennifer Lay 亦是我们团队的Tristan Yu Long Wu 那我们这些APP 其实是希望能够方便 就是一般的人 用他们来採集自己的数据 那我现在就为大家播放下 我们这个Cognito App 就是第一个APP的video Demonstration 它就是这样的 我们暂时正在用普通话 但我们也在做广东话 这个APP 请对我重复以下三个字 香蕉 季节 花园 在BB声后说出您的回复 和记住 香蕉 季节 花园 做得好 请记住所提问的三个单词 稍后从记忆中讲出来 请建议描述上图中发生的情况 点击下面的按钮开始或完成你的回复 我看到一个家庭在家里做东西 有个爸爸在抽烟 一个妈妈 两个女儿 看到一只小猫 就看到这些 嗯 做得好 如果您已完成任务 请点击完成按钮 点击再十一次按钮重做图片描述任务 请再说一下我之前要求您记住的三个字 想一下 然后对我说那三个东西的名称 在BB声后说出您的回复 嗯 嗯 香蕉 嗯 季节 花 花 花园 做得好 继继续努力 那 其实这个之后呢 就可以有些自动的AI的分析 那 就有个分数 我们叫score chart 分数图 那所以其实呢 用户呢 其实是可以 利用这个APP 就 收集自己个人化的数据 那 有些分析 那主要呢 可以比较 嗯 好点 去记录自己的 就是 状态 通过语音 那 那第二个APP 刚才也提到 就是 Experience Sampler App 那其实是希望在一个自然的环境 做一个采样的 因为自然的环境之中 希望记录这个受策者的认知能力 譬如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跟谁在一起 在做什么 那 在一个自然的环境 这个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个人的反应 很多时候 如果你面向 临床的专业人士 的反应 是会有不一样的 那 这个呢 这个APP 就会 就是 播一些 零声 去 希望做一个 数据的采集 那 方提醒作答的闹铃響时 你正在想什么 请透过以下的录音功能来回答此题 按下绿色迷高峰见即可开始 按下红色正方形见即可停止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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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紧张了 我太紧张了 你现在感到有多放松 回答时 移动以下的圆圈到你答案的数字0至100 你现在感到有多放松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Xperience Sampler 有些随机性的问题 总体来说 我们的研究目标 就是希望在話語中檢測出神經認知障礙的跡象 可能是在咬字、語用、詞彙文化、交談的對話特徵、用詞特徵 我們希望發展一個人工智能的平台和相關技術 可以快速分析大數據,甚至是毫秒級別的分析 這系列的方法都能夠跨越以上提到的限制 例如我們剛才說到人手短缺,我們希望能夠用自動化的方法去化解這個問題 還有我們希望以一些容易捕獲的數據,即是口語 可以擴充傳統數據紀錄模式 傳統紀錄,例如面對面的檢查、腦部素援等等 這些是很重要的,但我們希望加入這些APP的數據 就可以頻密採集個人化,長期和中向性的數據 這些數據經過AI的技術分析 都可以更好支援專業人士的一些比較客觀的判斷 即是當他們要判斷一個項目 他們有沒有認知障礙的時候 我們希望加強數據的量和一些自動化的分析可以幫忙 就是豐富這個支援 因為我們人口是迅速老化 所以我們這個NCD的病潮 其實是威脅著我們的可持續性 而利用口語的生物標記物進行AI的篩查 就有很多優點 譬如無障礙性、非入侵性 還有它有自動化 所以它是成本經濟也有客觀性 這些都是很適合的 另外我們的技術也將會特別適合香港的老年人 在語言和文化上都特別適合 我們希望盡早能夠以這些技術去發現一些病症 去防止NCD這個病潮的威脅 對於香港的可持續發展、長遠的發展 是有很重要的戰略性的意義的 那這裡就是希望 credit我們的團隊有很多Professors 不同的領域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Engineering、Linguistics、Medicine、Nursing 還有我們一會兒的講者 Professor Joseph Song 還有psychology 等等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 可以收集資料 亦都幫助我們 那就可以送電郵到這個電郵 那這就是我的聯絡電郵 那好了 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多謝 很多Professor Momok 非常精彩的演講 還有很好玩的apps 那我都會發送電郵給你 希望得到那個apps 好像遊戲一樣 其實 但是同時可以知道自己的情況 那好了 那時間那裡已經有些超時了 那我們不再講太多了 快點請這個Professor Joseph Song 是講第二節的 是AI在醫學上的運用 請Professor Song 那我會講一講AI在醫學上的應用 但是這個和這個sustainability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醫學的治療現在是越來越昂貴 也都因為人口的老化的緣故 我們越來越多病人是需要有醫學的照顧 那所以在這個這樣的環境下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令到醫療是affordable 還有特別是在一些窮困的地方 我們可不可以能夠公平地提供到一些醫療的服務 令到不會有些人因為自己的財富的緣故 是得不到好的照顧呢 那在這裡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個人工智能和機械人那裡 怎樣在醫學上有廣泛的應用 還有它有什麼問題會出現 這個問題大約可以分開三個階段來講 在一個醫生的角度 他有什麼可以得到的幫助 在整個醫療體系的角度裡面 人工智能和機械人是有什麼可以做得到的 從一個病人照顧自己的角度來看 人工智能又可以做到什麼呢 首先是從一個醫生 不同的專科醫生包括了放射科病理 和腦科病理等等 凡是和圖像有關係的東西 人工智能都可以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因為平時我們去做一個X-ray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照過MRI或者CT scan 你要睡在一個洞裡睡十幾二十分鐘 你以為很久 但是接著醫生要花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甚至是更長時間去看一張黑白的影片 這些那麼悶的工作 其實電腦或者人工智能 可以做得比我們醫生更加快 而且不會漏了一些東西看不到 所以在醫學上已經有很多文獻 我先告訴我們 CT的腦袋 或者是當有人撞到頭的時候 這些所有的影片 或者是空肺科的看廢片 更加重要的就是看乳癌的篩查 你知道很多女人 我們都希望她在五十歲以上 去做一個乳房的造影 一個照X-ray 叫做Mammography 但是這些影片其實是很悶的 因為看很多張正常的 都看不到有一張是不正常的 所以如果醫生坐在那裡 一天到一刻都是看著一張黑白的 很悶的正常的影片 其實是很容易會漏了一些東西 但是今天電腦可以幫我們做完所有這些東西 病理學也是這樣 我拿一些例子 我是做腸胃科的 我們在照大腸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在這條腸裡捐來捐去 就是找這些一粒二粒的食慾 但是有時候是會漏了的 是找不到的 因為有時候很細粒 或者它不是凸得很出 它是扁扁的 有時候它是在一些轉彎抹角的地方 我們那些醫生是一邊聊天 一邊在吃東西 這樣做 就很容易會漏了 但是這個圖 就告訴我們 其實人工智能是可以幫我們照到那些食慾的 在下面那一幅的電視 有一個藍色的點 跟著 其實那一點就是人工智能 可以測試到那裡是有一粒食欲的 所以如果醫生發了夢 其實也不會說是看不到那粒食欲的 其實特別是小粒那些 1至3mm那些 連專家都不夠這個人工智能 是看得這麼好 看得這麼快 不然只看到那粒食慾 還可以告訴我們 它多大粒 它的形狀 究竟它會不會是一路吃進去 那個腸裡面 究竟它是像是癌症的 還是是良性的 這些都可以 人工智能是告訴我們 因為一粒食慾除了是detection以外 是characterization 即是說究竟 發現這一塊東西 是什麼東西 是良性還是惡性 才是我們最關注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放大了這個image 然後給人工智能去read的話 它就可以很清楚地告訴你 究竟這一塊東西 是一個良性還是惡性 你看這個人工智能 將那個細胞 是放大到差不多看到細胞 然後告訴你 是invasive cancer 即是一個癌症的機會率是多少 而是良性的機會率是多少 如果你看到良性的太多 那就可以不用切 不用割下來 但如果是癌症的話 你一定要幫它拿下來 甚至乎 要立刻幫它做手術 所以這個決定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這裏說到這裏 你又要問 如果那個機器搞錯了 它明明是惡性的 我便說它是non-neuplastic 是良性的 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病人就 漏了一個癌症 沒有割出來 那誰去負責 什麼這個禍呢 我稍後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問題 另外一種我們經常都用的 就是現在我們被人吞一顆藥丸 那個叫膠囊餵鏡 那顆藥丸其實是一個鏡頭來的 進了我們這條腸 大概有六個小時就會走出來 希望可以安排出來 通常我們都要跟病人說 安排出來就可以了 你不用拿回來給我的 因為我不會再用的 但是做完這個手續之後 我們就很痛苦地要坐在這裏 六個小時看著那條腸 動來動來動去 那這裏是有幾百萬個印象的 所以如果能夠用人工智能 將這幾百萬個印象 自己去分析 然後告訴我們 你只看這四幅就夠了 那你說我們多好 生活就變得美好很多了 我們可以用很多時間去看球 去吃東西 不用看著那條腸 那這個呢 就是人工智能看到的印象 他不單只看到那顆東西 還可以用不同的圖像 分析告訴我們 我們不知道究竟這是一種的發炎 還是一個的蜥肉 還是淋巴腺發大等等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它呢 比我們的眼睛更厲害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呢 更加重要的是省時間 我們看到呢 大家一起 將這個專家 和這個人工智能去比 我們呢 我們呢 要用96.6分鐘 即是超過一個小時 他用了6分鐘 就已經看完了 那所以呢 你說我們是否 生活變得更好更多呢 但是 想清楚又不是 糟了 如果不用我去看的 不用我用這96分鐘 他6分鐘就已經看完了 那醫生就沒得工作了 醫生就沒工做了 那所以呢 這個呢 是令到我們 又驚又喜 又怕著自己的工作也沒有 那一個問題 剛才我說過 做mammogram是很淒涼的 因為整天都是看著兩塊白白的東西 然後呢 就去看看裡面有沒有哪一塊東西 是像癌症 其實是一個很悶的工作 但是如果人工智能 能夠告訴我們 這塊 你看 如果這樣看呢 你真的 如果不是看清楚 你都不覺得 這塊的顏色 跟這塊有些分別 但是現在我指給你看 你就會覺得 因為我指給你看 其實是人工智能 告訴我們 這裡啊 你看看這裡 不要看別的地方 這樣呢 就容易diagnose了很多 那 剛才我講過的是 一個方面的應用 但是其實 除了是分析那個圖像之外 人工智能是分析數據 是很厲害的 剛才大家都聽到 蒙教授講到一些的數據 那麼在我們醫學上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數據 尤其是現在的基因方面的數據 那麼我們呢 現在的數據多到 是每一個人呢 你抽銅血 我已經知道了 你有幾萬的gene 裡面呢 有什麼的gene 是跟癌症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能夠 將這些數據 很快去這樣分析的話呢 我可以知道 甚至乎是 估計到哪一個人 將來是會有癌症的 那麼你說這是一句好事 還是不好事呢 那你自己想一想 如果我告訴你 十年之內 你會生某種癌症的 機會是多少 的話呢 其實你都未必一定 是很想知道 這個數據的分析 不過 事實上 現在的技術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將 life science 的東西 將我們健康的東西 甚至乎將你想的東西 放在一起 然後呢 成為了一個 大數據的分析 告訴醫生 究竟這個人的疾病 可能是什麼 這個呢 還未曾是厲害 厲害的呢 是他能夠 估計到 那個病 那個的發展 是會怎樣 大家同樣是有癌症的 他估計到 哪一個呢 是會 接受化療之後呢 是會有反應 然後呢 就是救得回 哪一個呢 是 打了針之後呢 都是沒有用的 心臟病 剛才說到的 Alzheimer's disease 等等 都可以估計到 這個study 更離譜 是可以估計到 哪一個人會自殺的 那如果真的估計到的話 我們可以預防到 一些 不幸的事的發生 那這個 當然是一個 非常之 powerful的一個工作 但是你也會想一下 這個裡面 會不會包含了一些 道德上的問題呢 譬如 我這個人 他是有癌症的 我估計到 他打完針之後 其實他也是會死的了 那如果這樣的估計 你是完全跟著他 這樣做的話 那你是不是等於 我不救他呢 是否等於 我可以省回一些藥 留給另一個人 我估計他 會回應這個 treatment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 將某些病人的 生存的權利 是靠了一個電腦去計算 然後剝削了某些人的權利 所以背後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有 含有很多 道德上的問題 是我們未能解決的 如果估計錯了 那怎麼辦呢 剛才這裡說到 是估計 那個癌症 能不能接受治療之後 會好快 這裡就說 有一堆病人 有3584個 是有穴形肝炎的 我們穴形肝炎的病人 我們知道 他有肝癌的機會 是比正常人超過100倍 那麼多 但是我也不知道 究竟哪一個是會有肝癌的 這裡就說 他用這幾個數據 就可以估計到 哪一個是用移發展肝癌 所以我們可能 就要一早幫他做一些預防 甚至做一些手術 但是如果 我們能夠把這些數據 是估計到的話 是估計錯了 那又怎麼辦呢 這裡是我自己 很有興趣的 topic 因為這個 topic 是跟我日常所做的工作 很有關係 我們是經常治癌 那些胃出血的人 你看到這裡有個大股羊 然後那些血流出來 好像噴射槍一樣 通常我們幫那些人 做完手術之後 我們會監察著他 然後看看 我們把鉗子放進去 或者找個辣雞 把血管辣掉 希望那個血管可以止了 但是其實 都有大約10-15%的人 是會重新出血的 那如果我們能夠估計到 哪一個人會重新出血 估計到哪一個需要輸血 哪一個需要入心肌治療部的話 我們其實在這個治療陣面 是好很多的 那所以Machine Learning 是比我們很多 如果平時用自己的直覺 或者用我們很簡單的 一些計算的方法 都還要準 因為他可以同時間 把很多的數據 一起去分析 所以在這裡 我想說第二層的用處 就是一個 預測 一個健康的狀況 或者一個疾病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這個是大數據 可能將來會給到我們 但是 它帶來的後果 也未必是我們今天所能夠接受的 第三個部分 就是 這裡也是說到 估計哪一個人會有疾病 哪一個人有糖尿的 可能會有腎病 哪一個人的心臟病 容易會有心臟病發 哪一個人是有癌症 但是第三個部分 就更加有趣 因為剛才我們說過 人口越來越多 還有老人家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開始要推進一件事 就是每一個人 都請你照顧自己的健康 所以 我們在說的是 Health Protection 或者Health Promotion 那怎樣可以這樣做呢? 就是身體裡面的反應 無論是你的心跳 你的脈搏 你的血糖 等等的東西 如果你能夠不停地監視著 是能夠 量度你自己的血壓 心跳等等 然後將這些數據 送到你的醫生的手機 當有東西出現的時候 那醫生可以很快就知道 你快點來診所 或者醫院 這樣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預防 一些悲劇的發生 所以 現在出現 有很多可以帶在身上的 一些 測試的工具 例如我們的手錶 或者是你那些 甚至乎你穿那些衣服 可能將來 都能夠成為我們的 一些數據的收集 例如 你吃了藥沒有 你今天的血壓是怎樣 全部都可以在網上送到醫生的手裡 然後 人工智能 就可以告訴你 今天你好像吃漏了一種藥 今天你的血壓是略為高一點 是不是應該要 不要太興奮 不要太激動 你是不是應該回家休息呢 尤其是很多老人家 他吃很多很多藥 他真的吃吃吃會忘記自己有沒有吃到 或者是吃漏了一次 而 人工智能 可以提醒我們的病人怎樣去吃藥 去照顧自己 這個就是Apple Watch 他現在已經可以量度到我們的心跳 不單止是有沒有跳到 而且是量度到心電圖 於是有些的心律 不規則的時候 也都可以量度到 但現在只是一個Lead 我們的EKG 是有12條Lead的 但FDA已經approved 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已經approved Apple Watch 可以用來做Cardic Rhythm 但他只是一個Single Lead 暫時來說 將來 又會有更多更多 這樣的管理員 例如我們那些很貼身的運動衣服 他們在上面可以量度到我們的肌肉的動動 你的心跳 甚至乎你出的那些汗 裡面含有的糖分和鹽分 都可能可以直接量度到 然後去醫生那裡 告訴他們 究竟我們有沒有一些危險 所以很多這些Wearable Devices 將來成為我們 不是有病的人 是健康的人 是幫自己去管理自己身體的狀況 這些話聽起來好像很好 我們每個人都會很健康 沒有了問題 但我想說的是 這些數據其實都有危險的 你想不想你的數據被全世界人知道了 當這些數據鎖集了之後 去到醫院去Clinic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偷了去賣給保險公司 或者賣給其他公司 然後將你的數據 將你的私隱公諸於世 你會說不會的 其實他會把那個名字 那個人的ID 可以隱藏起來 但是其實 如果要找得到 蒙教授就告訴你 無論你怎樣去獲得到 其實都可以找得到那個人是誰 所以我們怎樣去保存 所以我們私隱的數據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題目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會說很多機械人 但是將來 那些師生手震都不用怕 因為那些機械人是不會手震的 那些醫生老花眼都不用怕 因為那些機械人的眼睛很清楚 還可以伸到頭上去 進去好入的地方去看那個手術 所以將來醫生老了 都是要靠機械人去做 但是 在所有這些技術的進化當中 我們都要問一下 究竟這樣人的價值在哪裡呢? 究竟我們私人的數據 那個安全在哪裡呢? 是誰去保護我們的數據的安全 在英國有一間醫院 是不小心把他們所有的 神科病人的數據 是給了一間大數據公司去做分析 分析了之後 這個公司 就自己去接觸那些病人 說你什麼時候就會要洗腎 因為你的神已經去到什麼程度 嚇了病人一跳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 原來他們自己的身體狀況 竟然是被人出賣了 賣了給一些大數據的公司 究竟我們能不能夠信得過這些數據的分析呢? 又信不信得過一個機械人幫你做的手術呢? 這個是我們將來要去談的 還有就是 當我們剛才說 很多老人家 他們身體開始不太好的時候 尤其是可以用機械人 或者是用一些機械人來幫他 但是其實對於他來說 你覺得他喜歡看著機械人多些呢? 還是他喜歡看著自己的孫子多些呢? 他喜歡一天到一刻 對著那些 幕後幕面的這樣的機械人多些呢? 還是真的有些人 跟他聊天多些呢? 這個Social isolation 也是另外一樣我們需要去想想的事情 講到這裡 我就差不多講完了 我最後就是想告訴大家 人工智能在醫學上 是有非常之多的貢獻的 但是 我們也有很多的問題是要去解決的 在 全世界做這個無人駕駛的公司裡面 最大的都是Tesla 他們曾經做過一個這樣的模型 他說以前的車 就是完全由人手駕駛的 你知道我們還要學這些棍波 又要匿紙 現在那些已經是半自動的了 差不多你只懂得 轉著軚盤 踩到油門就可以走 但是將來的車一路進化進化 其實人是越來越少 需要去interfere 現在車自己會走的 將來的車可能甚至乎是軚盤都沒有的 你只需要入了個code 如果你想要去中文大學 那他自己就會走了 走幾快 選哪條路由他負責的 所以由一個完全人去控制 到一個完全由機械去控制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可以分開不同的Steps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看到 人的參與是越來越少 機器的參與是越來越多 因此如果將這件事套進去醫學上 這就等於什麼呢 以前我們醫生亡聞聞切 又要去跟病人聊聊天 又要去摸摸他的脈搏 看看條理 以後什麼都不用做 只是過去就抽同血 然後就什麼都搞定了 最後電腦告訴你 這個病是什麼病 然後他需要吃什麼藥 他需要做手術 這個過程裡面 一個醫生的角色 就在不停轉變 病人面對的 越來越多是一副機器 那這個是不是我們很想有的 一個醫療的服務呢 在這裡有些人就認為 我們應該仍然保持著 有人方面的參與 而機器呢 只是給我們一個提示 和一個幫助 但是呢 We should never replace human doctors by machine and by robots 所以在這個 technology 進化得這麼快的過程之中 我們是相信 是需要畫一條線 究竟是這裡的呢 還是在四那裡的呢 還是在多少呢 是我們不可以 只是靠一個機器 去面對一個活生生的 有血有肉的人 所以最後這一張 slide 就是說 雖然我們在三個不同的階層 三個不同的領域 AI呢 都可以給我們 有很大的 以前不能夠做得到的東西 但是 我們要知道 它仍然是有一些地方 是我們不想它過了界的 我們不想醫學 只是變成了一個technology 因為在醫學裡面 是有人文的一個價值在裡面 人的生命 人的感受 人的感情 是有一個不能取締的地位 那究竟AI會不會 takeover所有的東西呢 我們覺得不會 因為 一千個algorithm 就會出了一千個 不同的醫治的方法 而放了一些垃圾 進去 垃圾數據 就會出一些垃圾數據 走出來 於是乎 病人未必一定是受惠的 他都可以坐的 病人和醫生 是不是真的能夠相信這些機械呢 我們要一步一步的 是向著這個方向的進發 但是 當那個prediction出現錯誤的時候 那我們又怎樣去面對呢 是誰呢 是要承受那個法律的責任呢 那這個呢 我相信呢 是在今天 這個technology進化得這麼快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停一停 想一想 去看一下 這個 是不是一個sustainable的 一個health care service 那我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 多謝沈教授、沈醫生 非常精彩的演講 看到AI是怎樣幫到我們 但是同事 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究竟想AI去做到哪一件事 或者是否在取代醫生呢 那待會應該也有很多問題 可以再問沈教授 但是我們現在的時間呢 先是交給炎教授 炎洪林教授 看看AI在一個大一點的領域 在這個氣候的領域 氣象的領域裡面 如何可以幫助我們呢 達成一個可持續發展 或者是和大家的健康是有什麼關係的 好,請一下炎洪林教授 之前我們講了兩個talker 即是和人體健康有關的 現在就switch去和我們的地球健康有關 這個地球健康其實對於我們人體健康 都有直接的關係 稍後會詳細介紹 我今天講的talker主要是和環境有關 我們就會去想環境方面 究竟在人工智能可以幫助我們 在認識地球環境方面 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等一會和大家一起去探討一下 如果一開始我們要講 人工智能和環境之間的 如何應用的時間 之前我們去認識一下 究竟我們的環境現在是怎樣的呢 如果各位朋友是會對環境的新聞有留意 也都應該會記得 在我們剛剛半年前左右 2019年 在澳洲有一個很嚴重的叢林大火 叢林大火的條件是因為我們環境比較高的溫度 又加上一些很極端的乾燥環境之下 形成了一場很大的大火 大火的覆蓋程度可以說是一千八萬萬公頃 有幾大呢 大約有168個香港這麼大的一個範圍 但在那些圖上你可以看到這些火的影響 不單止是對環境 是你現在看到很多濃煙 亦都對很多的生物 他們的家園沒有了之外 甚至是生命都沒有了 對我們人體健康也有很大的影響 這些是一些比較極端的天氣環境影響 對我們的生活 有很多研究都顯示到這些大火的季節 將來更早會出現 亦都更加遲會結束 亦都每次出現的程度都可以加減得很厲害 這些極端的情況對於我們將來生活 或者是對我們的環境的管理 所以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另外一個也是跟我們人體健康有關的一些 一些避障環境的問題就是 在2018年的下季 歐洲出現一個熱浪 你見到那個範圍是很廣闊的 整個歐洲都會受到影響 在這些不同的研究裡面都看到 其實是跟人去製造出來的一些氣候改變 會令到這些極端事件可以增加到很多倍 在這個事件增加到五倍會出現的機會率 大家可以見到在這些 我們過往地球的平均溫度 我剛剛也看到消息 剛剛過去的五月 是我們這麼多年 是其中和2016年平排的五月最高溫度 我們可以見到左邊這個圖 是看到我們在2010年 是對比過往不同年份的一些溫度 我們可以見到在2010年是暫時最高的 如果我們看過往我們有紀錄以來 最高溫度的那十個年份 你可以見到那十個年份裡面 其中八個年份是在2010年或打後出現的 剛剛我們過去的2019年其實是排行第二位 第一位是2016年 我見到我們的環境會越來越熱 越來越多極端的情況會發生 我們就會問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這個環境是怎樣運作 怎樣去產生這些極端的環境 以及對我們的影響會是怎樣的呢 我們要去了解整個地球系統是怎樣運作的時間 其實我們研究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在這個地球的系統裡面 包括了很多不同的過程 在同一時間不同的時間的尺度 不同的空間的尺度同時發生 包括了很多不同的範疇 包括生物上的 包括法學上的 包括物理上的或其他不同的範疇 這些複雜的系統其實是很獨特的 其他星球未必是不會有的 在這個情況下 我給了一些例子給大家看 左邊就是一些 物理上的一些過程的發生 一些小小的例子 右邊就是化學的反應上的小小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們真的要去認識 這些複雜的一些系統 包括了不同的物理上 化學上 生物上的過程 我們需要很多數據 或者能力去幫我們去了解 這些複雜的情況發生 在我剛剛說的 在我們的地球系統裡面 在不同的時空上的尺度 所以在這麼複雜的環境下 我們要去了解 其實要有很多不同的知識上 或者數據上去幫助我們 給一些例子 因為剛剛說了 時空的尺度上去改變 可能有點複雜 給一些實際的例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在右邊的這幅圖 就是看到 剛剛這個月頭8號 有些市民拍到 我們有水龍卷 在我們的香港國際機場 和第三巧道的工地附近 出現 在這些水龍卷出現的時間很短 亦是說地區那個地方 如果我們說下面這幅圖 就是歐洲 2015年的歐洲熱浪侵襲的時間 我們說的範圍是整個歐洲那麼大 就不是一個很小的工地 反而是一個很大的區域 出現的時間 可以說是一星期那麼長的時間 所以它在說 其實我們要研究地球系統 去知道它是怎樣運作 除了我們要有數據之外 我們也要認知到 不同時空的尺度上去改變 究竟是怎樣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項 在我們地球科學方面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需要 大數據去幫助我們 大數據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有5V 5V包括我們看到 有數量上、多樣性上、價值上、時效上 和正確性上的特徵 什麼意思呢? 很虛無 我給大家一些例子 可以感受一下 這5V究竟是代表了什麼 在地球科學方面 我用香港的數據作為一個例子 我的團隊在香港建立了一個多寶特的激光雷達的系統 在香港三個不同地方運作著 包括我們香港中文大學 另外一個就是在京視帕天文台的氣象站 還有一個在元朗附近的一個地方 洪水橋的地方 他們三個地方都有這個多寶特激光雷達 進行收集一些數據 從剛剛那5V究竟是怎樣去理解這件事 首先是數量上 我們每一天收集我們的數據回來 每一天是超過100Gb這樣收集的 數量上你可以想像到 我們每天都這樣收集 我們收集了兩年 再落足下去 數量就會增加 另外一個就是數據上收集的速度 因為我們是以每秒做單位去收集數據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數據儲存量 是可以很快速地把數據的量增加 而不斷增加 另外一個就是多樣性 因為我們去研究或分析數據的時間 我們不只是我們這些多寶特激光雷達收集的 例如水平面和垂直面的風向、風速 以及氣溶膠的高度分佈以外 我們都需要其他數據一起作為分析 包括地面的監測數據 氣象、空氣質素的數據 以及可以是衛星流量的數據等等 加上甚至是我們數值無液的數據 所以變成多樣性 變成可以超過150種參數 所以我們要去理解 所以在多樣性方面就是這樣可以大家體現到 另外在價值上 因為在這個數據 這個3Dreams系統 幫我們提供一個三位度的監測 包括地點和高度、時間和種類 實時給我們一些數據 作為氣象、空氣質素上的監測 甚至是幫助我們提供一些數據 給我們做一些預測 在這個價值上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我們早些知道一些極端的氣象 情況會發生 我們就可以多些做一些準備 另外一個就是正確性 正確性就是在我們做研究 我們對於數值上的正確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做很多工作 包括我們會去做一些對比、一些驗證 和其他數據會否一致 代表同一個事件等等 我們都做很多這樣的分析 所以在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看到在地球科學方面 那5V是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另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有這麼大的數據之下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用人工人智能的方法 去幫助我們去了解地球科學 如何發展、地球如何運作 從而如何可以幫助我們 我們預防這些極端的事情發生 或者就算我們預防不到 我們怎樣可以早些去做出一些驗證 就是看看怎樣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幫助我們 過往我們是用很多一些的 例如數值模型 通過我們去解決一些方程式 那些方程式是代表我們的大器是怎樣去運作的 通過這些方程式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 究竟天氣將會是怎樣 空氣質素將會是怎樣 但有問題就是 這些數值模型 通常我們暫時看到有時候 都會忽略或計算不到一些比較極端的情況發生 我們在《自然雜誌》中 可以看到一篇文章 在講究竟我們怎樣可以用 例如人工智能的方法 去幫助我們在地球系統科學方面 怎樣可以多些去理解 幫助我們現有的工具以外 給予多一個參考 去做一些分析或預報 這個文章中 講了有四個比較好的方法 怎樣可以用一些機械的學習方法 在他們現有技術方面 怎樣在我們的地球科學方面 都可以認同 例如左邊這個就是機器去學習 做得比較出色的地方 就是怎樣應用那些的物件 包括我們看到 這裡有隻貓 這裡有隻狗 這個機器的學習 就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一個技術 亦都比較成熟 怎樣可以應用到在我們的地球科學方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在這幅圖裡面 我們可以容易看到 這個地方是會有熱帶氣旋在發生 這個地方會有 這樣會快些給我們 如果你每天請人 每天就在那裏看圖 其實都是很悶的 雖然這些圖 可能比醫學上那些好些 因為這些是彩色的 但是都是很悶的 因為不斷地看 其實對於工作的人 都很悶 有很大機會 會有時看漏了某些情況 如果我們用了這個機器的學習方法 就幫我們很快速去找到一些情況發生 或者預防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 其實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提供一個八成八的環格的一個幅圖 給電腦去學習 之後認一認 究竟它可不可以做到 我想要和我本身的照片的樣子 是會勾畫出來的 經過一些訓練之後 其實可以做到 由一個很低的分辨率的圖畫 變成一張 會比較多仔細的資料的照片出來 和現實比可以是差別的 這些方法 其實對於我們的地球科學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過往用的數值模型 因為我們要運算速度 要追得夠快或者夠多 所以我們每個分辨的環境不可以很慢 所以對於我們地方的政府 或者要做出一些決策 或者做一些預防的時間 他們未必足夠 因為那個環格學生太大 他們分辨不了不同的區域 或者是可能香港的新界 沙田和馬鞍山 或者是上水波人都是同一格 變成我們做一些預防的工作 變成會不夠數過去做之前 這些機器學習的方法 會幫我們把一些比較粗疏的資料 可以變成更加密的資料 令我們做決策的時間 會更加多參數數據 幫我們支持我們的決策 另外一個就是機器學習 做得都比較成熟的一個技術 就是怎樣去做一些圖像上的一些預測 例如這幅圖的左邊 你看到有兩個人在跑步 它可以預測到過了多少時間之後 那兩個人其實已經是跑到右邊的這個位置 那這種技術怎樣可以在我們地球科學 可以用到呢 其實可以做一些比較短期的天氣 或者是空氣質素的預報 因為我們看到颱風是怎樣移動 我們可以做出一些預報 颱風的路徑是怎樣走 配合其他不同的數據 其實我們可以做出一些很多不同的參考數值 讓我們的預報員去看看 究竟氣象條件在某一段短時間之後 會變成怎樣的呢 另外一個就是在語言上的翻譯方面 其實在我們的地球科學方面 我們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怎樣做出一個動態的 一個時序的一個模式 因為例如我們說這幅圖 我們的濕度是會又高又低又高又低又高又低 如果我們在一些地方 如果我們不能夠放到監測系統 或者監測儀器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做出更加多 我們可以做參考的數據 給我們的預報和分析 今年在自然溝通雜誌 Nature Communications 發表了一篇文章 討論關於在可持續發展目標裡面 究竟人工智能可以做些什麼呢 對剛剛阿美說的那十七個大目標裡面 究竟是每一個目標 究竟人工智能對於他們是好 還是不好的呢 有什麼正面的作用 一些不好的作用呢 在裡面 因為我這個演講主要是集中在環境 所以我也是集中討論在環境這三個範疇 包括十三的Climate Action 十四和水裡面的生物有關 十五和陸地上的生物有關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在這篇文章裡面 在每十七個大的目標裡面 其實下面有一些小的目標 他就分析了 在這些小的目標 在十三、十四、十五的小目標裡面 究竟人工智能對它是好事 還是會有正面影響 還是有負面影響 在這篇文章裡面可以提到 綠色就代表人工智能對這些小目標 是一個正面影響 在十三、十四、十五 加起來之後 他發現裡面其實有二十五個小目標 其實人工智能對這些小目標來說 是一個正面的作用 包括這裡有九十三個性 大部分都是有正面的作用 殘色其實是一些比較負面的作用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人工智能對這些小目標有些負面的作用 首先講一些例子給大家聽一下 究竟對這個SDG13 Climate Action有什麼正面的作用 在人工智能方面 其實可以幫我們去了解氣候改變 和相對的影響 其實是怎樣演變 或者去到什麼程度 在《Nature Microbiology》 最近也有一個文章 在講他們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去計算過往和將來不同的世界裡的分佈 在他們的研究裡面 他們就考慮不同的排污量的情境 然後去計算2020年 即是現在到2050年 甚至去到2080年的時間 究竟那些蚊的數值分佈會增加 在哪裡增加 在哪裡減少 什麼種類的增加 什麼種類的減少 在這裡是很重要的 原因是因為 我們看到一些很重要的和蚊有關的病 包括燈革熱、Zika 蚊是一個很重要的傳播媒介 如果我們一度已經知道 蚊分佈的情況 其實對於我們做一些相對的滅蚊的工作 或者是預防蚊有關的疾病 其實那些工作是可以做得早一點去做 或者是可以很針對性去地方做多些滅蚊的工作 預防這些疾病 另外一個貼地少少 回到我們香港 在香港我們其實一件很出名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路邊空氣污染 路邊空氣污染 我們看到我們在香港 其實在環保處 我們有 旺角、中環和銅鑼灣都有站的做數據 現在問題是 如果我們要去解決這些路邊的污染問題 其實我們要對路邊的污染物的特性 是要有更多的掌握 過往如果我們要去掌握這些特性的時間 我們要做很多一些很仔細的化學的樣本收集 一來是可以很貴的 二來也是時間需要很長 我們才知道一些數據法 在我們的團隊裏面 我們發展了用機器的學習方法的技術 從我們每一天收集的空氣質素數據 包括可吸入原球粒子和淡氧化物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從以前收集的數據 學習了 訓練了我們的電腦之後 就可以計算將來 或者是我們要知道每一種污染物 排污物出來的貢獻 或者是氣象條件對污染物的貢獻有多少 這是很重要的 對於一些制定政策的政府 原因是因為我們要解決路邊的檢測問題 其中一個是我們要知道每一種排污物 對污染物的貢獻有多少 然後我們就可以針對性去解決問題 集中某一種排污的源頭 去做一些更多的工作 幫助我們針對性去解決問題 那麼在這個SDG14 即是在水裡面的情況 又可以怎樣用到AI的方法 人工智能的方法幫助我們呢 那麼在2019年 Remote Sensing這個雜誌裡面 發表了一個文章 是說用這個深入的神經網絡系統的方法 去找出哪些地方是有些漏有的事件發生的 那麼在左邊這幅圖 你見到這圖是黑白的圖 如果我們要每一天去看 每一天去看這麼多這些圖 很難去容易或者很快速 看到哪些位置其實是在全球 不同的地區 在哪一個地方哪個水域 是有這個漏有的事件發生的 那麼他們這個團隊就是發展了一個技術 就是通過這個深入的神經網絡系統 去分別哪些地方是一個比較高的機會 他們是有些漏有的事件發生呢 繼而我們可以做出快速的行動 去減低影響或者甚至去預測情況 另外一個就是另一篇文章在Scientific Report發表 就是發展了一個深入的神經網絡的方法 去在全球不同的水域去數不同的生物 在這裡是一個如果我們用人去做的話 其實是很悶的 因為你要去全球不同的地區 這樣去數的話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麼我們可以通過一些衛星的數據 加上一些AI的技術 就幫我們做到一些 我們以前數不到的數目 我們就會知道究竟某一種生物 例如在這裡 佈了動物在水裡 他們的分佈是怎樣 會不會是某些極端的情況 他們會去到另一個地方 或者我們怎樣去做一些保育的情況 怎樣保護他們的政策 或者一些方法 怎樣可以做到更加對他們更加好 或者對對的地方和時間 這些技術對於我們來說 在水圍方面是非常之有用的 在陸地上又怎樣 我們可以通過一些衛星的數據 加上一些人工智能的方法 我們可以很快速地 例如我們可以知道 什麼地方的沙漠化是一個熱點 沙漠化的速度 沙漠化的廣度有多少 在全球的地方 我們很容易很快速地找到 這些不同地方的直坯覆蓋 究竟是什麼種類 究竟它減少速度有多快 知道這些數據有什麼用 知道這些數據的好處就是 當我們做一些環境的規劃 或者做一些決策的時間 或者做一些環境的管理 這些數據是很重要的 因為當我們知道某個地方 這個沙漠化的情況 是很快地發生 或者是它發生的層面是很廣的時間 我們就要做一些很快的決定 首先是減慢速度 甚至是把這些情況 變成有沒有機會做一些陸化的情況 去防止這些情況 它更加惡化 甚至是改善 然後要靠這些數據 幫我們在全球裏面 去做出這樣的監察 另外一個也很有趣的 就是有一篇文章 在Census的雜誌發表 就是用一些深入的學習技術 去自動化 去看看城市裏面的蚊 分佈的數量是怎樣的 這些數據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我們知道 某些蚊的數據 在某個地方是特別多的 我們做一些滅蚊的措施 就可以更加到位和合適的時間 因為在我的研究裏面 也看到 例如在我們的大灣區裏面 將來蚊在最頂峰的季節 可能會有機會減少少少 因為是更加容易 但不是在高峰季節的時間 可能會增加 因為溫度 過往應該不夠暖 被蚊去增長的時間 就會變得暖了 所以多了蚊會發生 如果我們用人眼 肉體去看 是不可能的 收集蚊的數據也不夠快 因為我們要分辨蚊 要用人手去數 如果我們用這些智能的方法 幫我們自動收集的時候 我們做政策的人 就可以看到 隨時看到 這就是一個熱點 這個區域 在這個時間就是一個熱點 我們要做出一些很快速的滅蚊措施 或者一些政策 可以當我們避免了很多和蚊有機會有關的疾病 包括可以增加炎 另外一個人工智能對我們環境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人工智能除了可以在單方面 某一個方向做得更多的數據分析之外 其實在跨不同範疇方面 都有一個比較好的工具 原因是因為人工智能可以分析到很大的數據 讓我們可以作出一些綜合性的行動 在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在環境上 我們叫做環境共同效益 什麼意思呢? 共同效益的意思是 我們過往的研究都看到的 例如在我們的大灣區裡面 土地的改變 其實例如城市化 我們過往二、三十年 城市化很快很快很快 在這個城市化的情況發生 這麼快速的發生 其實對我們環境的不同範疇 都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可以包括什麼呢? 我們區域性的氣候改變方面 對我們會有機會熱了 有機會對我們的熱感覺 會有負面的影響 另外也可以對我們空氣質素有影響 包括什麼呢? 臭肉會增加 亦對我們炆的分補也會有影響 可以看到 單單純純一個城市化的一個土地的改變 就可以對我們的氣象 對我們空氣質素 對我們炆 甚至對人體的健康 都會有不同的影響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用人工資料方法 綜合性所有不同範疇一起考慮的時間 就會變成我同一個土地環境政策 可以最後達到環境上的共同效益 不同的範疇都會有一個正面的效果 講了很多好的東西 講一些負面的東西 有什麼問題呢? 在我們人工智能的應用方面 其實我們需要很多電腦去運算 去分析很龐大的數據 在運算上 其實我們都用電腦 用了很多不同的能源 如果我們用的能源 不是我們叫做一些 其他人工智能的能源 其實我們對環境都會有一個直接的影響 什麼叫做Carbon Neutral呢? 有什麼例子呢? 我們說Carbon Neutral的能源 代表我們產生在能源的時間 是不會釋放任何的均勢氣體 包括什麼呢? 可以是風力發電 可以是水能 或者是其他一些可再生能源 在我們人工智能的應用方面 其實如果我們用得多電腦的情況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副產品 就是我們都會產生一些污染物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對環境上面 認知多了之後 其實對我們在地球上面的資源 分佈 其實我們資質比以前更加多 因為有很多地方或者有很多資源 其實我們未必從我們以前的方法 可以容易去知道 我們現在從一個人工智能的方法 我們就會貼得更加多 就會有一個風險 我們就會過分去開採這些資源 其實對我們的環境上 都會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說了這麼多又好又壞了 究竟我們將來在環境方面 有什麼挑戰性呢 如果我們用到這個人工智能方面 我們有什麼是要繼續去解決 令到我們用得更加好呢 有五個範疇 第一個範疇就是可解釋性 什麼意思呢 就是過往我們用數據進去電腦裡面 電腦就用我們數據裡面的特色 特性 他們的之間的時間 空間上的改變 就告訴我們 結果會是怎樣 在電腦裡面 它不會跟你說 我們是要根據什麼定律 我們要經過什麼物理上的定律 才會做出的數據 它是不會考慮的 它純粹從數據上面的特徵去給予我們 電腦上面 就可以給予我們一個相對比較準確的數據 但是否叫足夠呢 其實是不足夠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除了要有一個正確的答案之外 其實我們也需要知道 究竟在過程之中 是怎樣達至這個效果的 例如我們由釋放污染物 到我們有空氣污染的情況 中間的機理是怎樣呢 對於這個機理的了解 我們要有很深切的了解 才可以作出對的一個決策 如果不是 我們只知道答案 不知道的過程 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第二個就是物理上 因為我們做的數據 好像我剛剛說 電腦 他不會在物理上做一些解釋 他只是給你一個答案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們得出的結果 未必跟我們物理上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將來 要解決的問題 除了要給數據的電腦之外 其實我們也要給多些物理上的定律 規範了電腦 要考慮到物理上的定律 但有問題就是 當我們有好處也有壞處 因為我們綁住了電腦 所以電腦可能未必會做到現在這麼好的效果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涉及了很複雜的計算 裡面有很多不確定性 在入的數據和出的結果之間的關係 其實都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 因為當我們做出一些政策的時間 這個不確定性對於我們的政策的決定 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另外一個就是 當我們要去教電腦去做一些預測的時間 像我們讀書一樣 我們從幼稚園讀到大學 中間我們學習了很多東西 看了很多書 或者做了很多練習的問題 令我們掌握我們的知識 電腦其實也是一樣的 但你可以看到 剛剛我跟大家分享的表裡面 現在我們的環境和以前可以很不同 走得更加極端 我們的數據能否告訴電腦 這些這麼極端 或者是他曾經未見過的情況 可以預測到這些極端的情況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要去解決 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要解決運算上的要求 越來越高 因為我們有的數據越來越多 我純粹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要做一些氣場推測的時間 其實我們的計算上可以很雲大 如果現有電腦技術 未必可以幫助我們很仔細去分析 很快速地分析 我們將來氣場會是怎樣的 所以在運算的要求上 我們也要提供 我們將來 當然 人工智能是其中一個很好的夥伴 幫我們了解整個地球方法 將來會不會是 有一個預報員 是一個機械人 和我們預報天氣 甚至是在右邊 這個情況 就是電腦會變成我們的同事 或者是一個預報員 和我們一起去分析 究竟地球是怎樣運作 有機會是我的兒子 或者是下幾個世代 都會有機會出現的東西 我和大家今天分享 就是這樣 謝謝 很感謝 很感謝 很感謝今天三位講者 演講的內容都很豐富 我們就覺得 都超過分析了 多厲害 那 或者如果大家還有一些時間 都要請 我們用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請在座的觀眾可以提一些問題 我想應該會是很多問題 因為剛才的演講 我們都會看到 AI給我們很多的可能性 很多的幫助 無論在健康那裡 在預測老人癡呆的問題 幫我們去看得到 然後在醫學上的影像 這個健康系統 以及個人等等 剛剛嚴格說 人工智能 其實幫助我們 了解我們的環境 氣象 其實都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同時 都有很多問題 剛才各位講者 都可以提出 已經提出了 那我想問一下 現在在座有沒有 觀眾有沒有問題 是問港者呢 如果沒有 或者我先問一條問題 因為剛才沈教授 其實已經有提到 我們在健康那裡 是運用了人工智能 可以有很多幫助 但其實另外一個問題 在公共衛生的問題裡 都要可持續的話 就要是便宜的 即是說是 病人可以付得起的 或者這個問題 就是問了 包括Professor Moon 和Professor Song 即是說 現在你們用緊的 人工智能 其實貴不貴的 即是 一般的人 是否可以負擔得起呢 我們現在 其實剛才為大家介紹 是Research 但是我們相信 我們這些 人工智能的技術 都真的可以用來 運算的事情 譬如好像Google 其實它有很多 Google、Microsoft 那些很大的 人工智能公司 它們都有很多 Tools 就是可以 放在server那裡 可以是很廣泛地分享的 很多時候 有些工具 都是能夠免費地使用的 我相信 那個 AI的economics 即是 可能應該 想在一些模特兒 可以能夠做到 這個economy of scale 即是 因為很多人用 所以 希望能夠令到它 affordable 我同意Helen說 那個價錢 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由個人去支付的 而是整個系統去支付 譬如一間醫院 或者整個醫療系統 用人工智能 去分析一些數據 告訴病人 它的狀況 那個費用 當然 可能有一部分 會轉嫁到那個人 但是 主要是整個系統 整個系統 整個系統 能不能夠 affordable 這件事 就看它怎樣去利用 這個系統 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 人工智能 應該要做到的 就是剛才我講過的 就是 那個 equity 就是 大家有公平的 那個 大家有公平的 assets to 這種服務 如果 人工智能 只是服侍那些 有錢的人 的話 其實這個 不是一個 sustainable 和好的 系統 但現在 問題是怎樣 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很多人工智能 那些數據從哪裡來的呢 那些數據可能是由 那些 有錢的國家 有錢的民族 和有錢的醫院 那裡來 於是 它代表著的人 比如說 人 我不是說天氣 如果說人的 那些 生理數據 可能是 代表著 白人的生理數據 多於 黑人 或者有色人種的數據 於是 它推斷出來的結果 可能是 比較準確 應用在白人的身上 多於其他 有色人種的 那麼 這個 data bias 這是一個 我們需要去 考慮的 一個 因素 來的 如果不是的話 就算給了那些 有色人種 可能是不對的 那些 估計出來的結果 是不對的 還有我想 如果這裏 就會牽涉到 一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 政策的問題 就是說 那個地方的 政府 會不會 肯投資 拿這些數據 和在那裏發展 那個 AI 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 這些發展 其實是由一些 公司去發展 而是由政府去發展 我們知道 很多大數據的公司 包括社交媒體 Facebook 買東西的公司 Alibaba 其實他們已經是非常 著意發展 人工智能的 一些 用處 去估計 譬如 由一個consumer的角度 究竟 這些人 吃了那麼多pizza 喝了那麼多汽水 什麼時候 就需要看醫生 這種數據 其實他們是很有興趣 因為它發展出來之後 可以賣給 保險公司 可以賣給醫院 或者很多醫療的集團 他們會告訴你 原來你吃了那麼多 你會很肥 就看誰減肥醫生 是最好的 所以會有很多利益 可以在這裏產生出來 所以我相信 不需要由政府去發展 很多公司是很有興趣去發展這些 如果這樣 就變成一個要付錢的東西 跟著下去 其實 也會是 我也想說回剛剛那個疑點 就是 可能這個人工智能技術 可能會側重於某些國家 其實在環境上面也是 因為在環境上 我們如果是有錢的國家 其實它發展的技術 或者它知識上 或者是計算上 它的能力 是相對其他比較頻繁的國家 是好的 可能它做一些預報 可能在這些國家 即是有錢的國家 它做得比其他無錢的國家 可能會做得更加準確 或者是更加仔細 在他們做政策方面 可能會有更加得多 所以其實不只是 人體健康方面 那個範疇 醫學方面 其實在環境上 也有差不多的情況發生 是的 當然 我看到 有觀眾問了一條問題 我想三位都可以嘗試回答 就是 有一個觀眾 Lawrence Leung 她是問的 他說 這個機器學習是根據大數據分析 但是大家是怎樣可以知道 究竟那些數據裡面的關係 是一種因果關係 還是只是一些correlation 其實這個問題非常好 就是在我剛剛說的其中一個挑戰 就是當現在的技術 我們是會知道 如果你給我A 結果就會是B 在這裏沒有說過 一定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因果關係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說的 其中一個 我們除了要知道一個準確的答案之外 其實我們是要知道 由A去B 這個過程之中 的機理究竟是涉及因果關係 還是純粹有關聯性 對於我們做環境政策 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純粹有關聯性 我們沒有意思的做這些政策 如果是一個因果關係 就會很強 例如我知道某種污染物的排污量 和空氣污染質素的關係 但是我們做政策的力度方面 或者種類方面有很大的分別 在大數據裡面很多時候 是看不到哪一個是因 哪一個是果的 主要是看到一個correlation 甚至乎我們是 因為它沒有一個 剛才Steve說的 沒有那個基理的研究 在上面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甚至乎 不知道為什麼會出了一個這樣的結論 這個在醫學上面 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我們所謂黑合的醫學 black box medicine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抽完這些血之後 他研究了我三千個Gene之後 他突然告訴我 我可能會有心臟病 血管又不是塞 又不是 血脂又不是 但是他拿了一些東西 是我解釋不到的 但是他又可能是對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出現了 到底這個black box medicine 是不是可信的呢 然後如果他出錯了 醫生又信了的話 那是哪一個的責任 因為那個醫生 採用這個數據 他自己可能不明白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結論 但是你信不信 那麼這個數據是可以 應用在這個病人身上呢 那麼這個是一個 我們需要解答的問題 好 這個 對不起 講完一點 就是說其實看 老師已經說 這個 這個 用AI去看這個 天氣氣象的問題 其實也是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用了這些大數據之下 那些AI做了的測驗之後 想去決定一些政策的話 其實那個可靠度是怎樣的 那我想 或者我講兩句 補充一下 我非常之同意 Stay 和 Professor Song 提出這件事 我們大家都要非常之小心 因為實在 Data 只是通過Machine Learning 去發掘一些Patterns 和一些Trends 大家要很小心 因為 有一種Effect 就叫做Claver Hands Effect 或者我再 或者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可能聽過 Google Flu Index 就是Google曾經 幾年前 就是說 依靠有多少人去搜尋 關於Flu的搜尋 就估計到大概 是不是有個流感的來 甚至乎還說 準過CDC CDC 真的要經過 醫生他們上報一些Flu cases 但是 亦都因為這個Flu Index 可能 因為它只是靠這個Data 是Search Terms 它根本本身是 跟Flu的關係 比較遙遠 是一種correlation 那 所以用起來 都要小心 因為 繼而 大家可能記得 因為 這個Gluco Flu Index 就越來越 出名 變了 越來越多人去Search 所以Flu的Search 的Frequency 亦都不再 真的代表過 Number of Flu cases 所以 它就會開始偏離 如果是這樣 就可能 如果我們不太知道 其所而言的話 就這樣 靠那個AI去 去測試 裡面是Black Box 可能有錯的 測試 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要很小心 我想 因為時間關係 最後一條問題 我看到有觀眾問的 就是Stanley 他會問 其實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他就說 其實 人 人和環境之間 其實是否有一個基本的衝突 以至於我們 其實想達到 所謂可持續發展 其實是 有問題呢 他進一步說 譬如我們 譬如醫學 都是想人 可以 活得更長一些 但是 如果人 活得更長 就會 人口 就會不斷 去膨脹 更加多人 在這個世界上 而這樣 就會用了更多 自然的資源 所以 其實 人本身的 持續性 即是人的生命 持續更長一些 其實 其實 對於這個環境 是一個挑戰 不知大家怎麼看 我或者 這是一個比較深的問題 不過 簡單的一個答案 我相信 如果你想想 好像一個 分布系統 有很多分布式的 個體 而他們 各個都在 變化 整個世界 就是有 一些 的 分布 各個個體 每個個體 都在變化 所以當 突然間 有一個 比較大的效果 我們 可能 衝擊了 譬如說 大家突然長命了 十年 或者 總共 我們又需要 去到另一個 一個 所以我想 是一個 的過程 還有 可能我們要想的 就是大家長命了 這也是很自然的 人都是希望 生存得久一點 但是 可能 我們要更加 負責任 可能 我們在 我們的 一生裏 我們 如何運用資源 那些 可能我們 真的要想多些 以至於 我們是一個 比較負責任的 一個 我們的存在 是一個 比較對環境負責任的存在 可不可以這樣說 大家如果 喜歡看科幻片 又或者 如果你看 Terminator 那些戲 又或者 如果你看那本書 叫做 Homo Diaz 的書 的時候 你就會 不是擔心 人和環境之間 如何取得平衡 會擔心 將來有一隻 很厲害的電腦 叫做 SkyNet 它 發展到一個 地步 就是它有了自己的 consciousness 它有了自己的 自覺的能力的時候 就 take over 這個世界 到那個時候 我們就遭殃 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要想一下 讓這個技術 如何發展到一個 什麼地步 所以它是正在服務我們 而不是我們正在服務 機器 其實 Professor Song 剛剛也提到 就是說 在醫學上 用的 AI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 取代了醫生呢 醫生沒有工作 這是一個 大家很擔心的問題 不過 我想說 我剛剛聽眾說的 從負面的角度 可以這樣想 但從正面的角度 我們也可以想 其實我們有了 人工智能技術之後 可能我們用的資源 是更加有效的 都可以的 例如 我們做一些 保育的工作 其實有了人工智能的方法 可能我們以前人類 做不到的 就這樣做 因為要很浪費人力物 現在電腦幫我們做 可能我們做每件事 那個效能 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例如 我要去找一些地方 做風力化電 我可能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我是找得更加快 找得更加好 如果是這個方向去想 其實都可以有一個正面的效果 或者在乎我們怎樣去運用那個技術 去做些什麼是比較重要 就是我剛剛講的 也有講過 你可以從負面角度 就是我更加開採 更加多 超過用的資源都可以 但如果你用在好的方面 可以把情況去改善 所以我很同意 就是說人工智能 可以幫助我們很多 但也可以做很多 可能是摧毀環境 或者對人的性質等等 是有一個挑戰 很重要的是我們人作為人 是怎樣去 好像教授所說 我們真的要去想 我們怎樣去用 以及怎樣去駕馭這個人工智能 是把這個很好的利用 我想是最重要的 不過時間的關係 今天都已經過關得比較多 我想都還有一些問題 但我想在這裡 我們都不再去討論 但如果各位講者 如果有興趣 我們可以把那些問題 討論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回答 我們也可以討論給聽眾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只是完結前再做一個小小的廣告 就是說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 會有最後一次的講座 就是下一個星期的 題目就是 如何建構可持續的未來 我們接下來會請三位同學 同學和校友 可持續的未來 其實都是年輕的一代 最重要的 他們會從不同的角度 說他們怎樣去看可持續的未來 這個同學說完之後 我們會請美琴教授和黃胡教授 跟他們有一個對話 當然 如果有興趣 歡迎你們下星期加入 因為我們都會有一個時間 開放和大家一起參與討論 多謝大家 也特別多謝三位講者 為我們今天帶來這麼精彩的演講 多謝